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今天是民国113年 2024年2月28号 今天大部分的人都在放假了 我相信 所以如果说今天大家没有起早床 我觉得我也不会太难过 也不会太意外 因为毕竟放假就是要睡到饱 现在时间是早上9点09分 各位你想不到吧 2月28号小弟今天坐在这边 跟你现场做主持跟直播 虽然是放假日 我们还是要焚高计鬼 然后坐上我们每天行程排到 应该要做的事情 好今天节目开始 还是跟大家从三大报开始来读报 三大报读报 今天我想我们从三大报来看 其实三大报都有一个共同的图片的新闻 就是我们的海坤号 真正下水了 今天海坤号在昨天2月27号真正下水了 当然其实从前舰来讲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你这个前舰真的是从所谓的命名仪式到真正的下水 往往其实会有蛮长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间隔 那像甚至于目前先进入美国海军哲野 大概他从命名下水 命名 命名Christians这个典礼 到真正的launch放到水里面 大概差不多也要搞掉大概快一年的这个时间 所以呢 其实去年这个9月28号 这个海坤号 他基本上来说 真的他比较符合现在造船过程的定义来讲 比较像是这个直评直评那个命名这个仪式 那当然昨天这个直评命名仪式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都在这个各种媒体的这个传播上面 也看到相当多的这个影片跟照片 那最后呢晚上 甚至于台船公司 也透过这个发言人的系统呢 发布了一部这个缩时摄影 什么叫缩时摄影来 也就是他们把这个中性的浮船屋 移到了这个海昌的这个厂房的门口 然后呢在昨天 应该说严格来说从昨天凌晨开始 就不断的把这个海公号前舰 从海昌营房 海昌工厂房内呢 先移到浮动船屋上 然后浮动船屋 再慢慢把它那个拖出去 拖到水深足够的地方 浮动船屋沉到这个水里面 其实应该说是浮动船屋 因为它本身就是为了要能够举身船体 所以它本身具有半潜跟上浮的这样一个功能 这个我们的浮动船屋呢 就半潜到水中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海昌号潜艇 潜舰呢 就真正的借由拖船拖带的方式呢 然后离开了这个浮动船屋 也就其实完成了真正的这个 造船上面的定义的下水 那当然这次海昌号下水 其实我们大家也看到 它从像以这个联合报来讲 它这两张照片 从这个浮屋到这个 进到这个水中以后呢 其实这个照片也有相当多的这个讯息 可以给大家看到 当然首先 它这个尾巴的这个车页 还没有这个装上 然后呢 来自于这个美国L3 三条线公司的这个潜望镜啊 等等这些 整合式桅杆 目前你还没有装上 这些其实我觉得是在下水 然后做一些测试以后 慢慢装上也都OK的 甚至于说 由于这个建委的车页 还没有装 所以就是说 它未来其实在完成一系列 这个驳岗测试以后呢 它其实还有可能会再回到 这个海昌厂房里面 其实方法很简单 就是呢 不简单了 其实搞起来蛮耗时间的 就是也是先好 这个利用这个 这个浮动船屋呢 先好办前以后呢 然后把这个海 海昆号前舰 重新推回 我们的这个服务里面 然后服务 再上浮 再回到 这个海昌的这个厂房 然后再把那个前舰的推进去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在厂房里面 安装它的这样一个车页 不过呢 你说520要能够完成 所有的海测 跟交件 说真的 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了 那大家其实对海昆舰 还真的是要耐心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是毕竟 由我们中华民国 自己自力建造的 这个第一艘 你说设计 是不是 我们自己设计的 这个我觉得设计的团队 其实 大家很多人都说 你这个船看起来 根本不像这个 舰隆级前舰嘛 你怎么会说 这个是舰隆级前舰 重度参考来 因为你从它这个船的 长度啦 还有闲宽啊等等 我们说推测 而且其实我们 中华民国 目前能够掌握住的 掌握到的 这个潜艰的蓝图 其实说真的也不多 当初 这个建隆级的这个施工图 我相信应该是在这一次 潜艰国造的过程里面 有非常大的帮助 然后呢 从它的外形 大家会看 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这边 感觉到这边是一个空隙 然后这边底下 为什么 这个 侧扫的这个声纳 本身的外面 而且看起来好像不平均 还有一个 甚至于这边 还有一个很大的缝 这个很大的缝 其实大家也不要 这个太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呢 因为它本身 我们看到 以那个潜艰来讲 它在这个船屋里面 或者说工厂房里面 它有是架在 这个船台上面 另外这个船台 也有这种墩 就是那个石墩的 那个墩 它要能够让 这个潜艰本身 在那个船台上 不至于歪倒 所以呢 这些它其实外面 这种所谓的硬橡胶护套 这个硬橡胶护套 装在上面呢 就是避免像这种 深纳极为 这个精密 这个仪器 那个因为碰撞 甚至碰坏了 所以它用这个 类似像这个硬橡胶呢 那个厚的橡胶 做成这种保护套 让它呢 不会跟旁边这个碰撞 不过当然这次啊 因为前面这次 没有照前面的那个 舰手的那个蒙布啊 所以大家也可以 很清楚的看到 它的六个鱼类发射管 还有包含它舰手的这个 这个声纳等等 都可以看到相当清楚 然后呢 当然那 联合报另外一条新闻呢 它就是讲到 就是说大陆方面呢 在那个金盟 金夏海域的这个舰艇 已经增加到11艘了 然后呢 其实现在金夏水域的事情 因为这个 那个大陆愚公 死亡的事情呢 其实双方来讲 变得有点这个 剑拔奴障胜居 双方有点这个 冲突的态势 有点螺旋升高的情况 所以大家很要谨慎 那当然 那另外我们刚刚看到 中国时报 它其实也是在这个地方 有非常重要的 海坤号的这个照片 那当然 头版头 内政部 这个祖台中市标售土地 这个我不懂 没有意见 不能乱说 好 第三这个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 当然它的头版头呢 也有 好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海坤舰 这个 这个下水的 这个真正下水的 这个事情了 但是其实啊 我更引起我注意的是 这个新闻 它上面写 一物一息恢复为一年以后啊 手踢一难 就是去年 不跟着 一月二十五号 入营的这批 那个 那我们的义 义男呢 他们呢 有六分之一 转服志愿役啊 哇 好多哦 为什么以前都找不到 这些人 愿意转服志愿役呢 为什么在恢复好 这个 一物一这个到一年 然后一物一这些人 一开始进到新兵中心 才短短的一个月 哇 就这么多人 有六分之一 六个里面就一个 好 愿意转服志愿役 哇 这实在让这个 国军人才招募中心 我觉得一定是觉得 好 这个瞬间啊 可能 呃 再掌望后面的 这个新兵的题词来讲 呃 我相信他们今年的 呃 这个招募的目标啊 一定可以顺利的达标 没有问题的 呃 有这么多人啊 突然这么热爱国家 也真是让我非常感动 但是其实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都知道这么一回事啊 倒不是说这个 这个数据 我跟各位保证 绝对不是造假 也绝对真的有这么多人 愿意转服 这是真的 绝对是有这么多人 愿意转服 但是呢 方法就非常的 我们必须要说 非常的精妙了 什么叫非常精妙呢 呃 像我们这种 不过一无一的人都知道 那呃 每一年啊 其实在我那个时代 我是民国 呃 83年入武 85年退武 当然以我年纪来讲 其实应该再早一点点了 但是反正以前 我在念书那个阶段很混 所以大概都比我同侪啊 要晚了大概三年 两到三年左右才去入 所以我那时候入武当兵的时候 我的辅导长 有点有点紧张啊 说诶 怎么会有个兵子 比我小一岁啊 有没有搞错啊 对不对 然后 那个 呃 当然之中后来 我们跟 我跟他之间的这个 呃 相处 从一开始啊 颇为紧紧绷 到后来 诶 到退武前 我们两个 麻吉麻吉变成好朋友 那也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那但是好 我们刚刚讲就是说 呃 像我那个年代好 在服役到我后来 那个服役 那个阶段在服役 其实呃 因应了 国军整个组织 编装人员的 这个调整 其实他好缺了很多那种 所谓的初官 好 或初级士官 也就是这种志愿役的 这个呃 那个低阶的这个士官 所以在我那个年龄啊 那在我当兵的那个时代呢 呃 军方其实就已经好 那定立了一系列的标准 好 等于说也希望就是 每一年来服役武役的这些人呢 啊 有一部分的 像我们大专兵好 是可以能够转服好 志愿军官的 好 因为以我们那时候 志愿军官来讲 我们有一年十个月的预官 预官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像以前我们来讲 我们高中三年要上军训课 高中三年都有哦 不客气哦 然后呢 大学前面两年也有军训课 那像以前我们在当 呃 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念大学前 我们一考上大学 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 这个放榜完之后 八月 放榜完之后 讲完志愿卡 录取通知来了 然后紧接着很快的 八月中下旬呢 就会来一个通知 哎 你已经排到了今年这个 呃 成功领大专青年属训第二梯 啊 为什么是属二梯呢 因为以这个大专生来说 你大概差不多八月九号啊 等等 缴交完志愿卡 然后这个完成学校分发 好 报到之后呢 哎 那这个时候 你因为大学的军训课 在我们那个时代 有所谓的学科 也有所谓的数科 那学科呢 其实就是你给你的军训课本 教官在上面讲一讲 讲 虽然以我当时来说 还不敢那个 号称说对军事有这么多的认识 但是因为从小 军事是我一个非常啊 持之以恒的喜好 所以呢 这这个军事对我来说 也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常就教官讲教官的 我就底下看我自己的书啊 对不对 然后最后 呃 因为我刚刚也讲到 我的年龄比我那种当时的同学 同侪可能啊 这个稍微大一点啊 因为 呃 这个高中啊 这个国中考高中的时候 不用工 呃 重考 呃 高中考大学的时候呢 在念高中的时候呢 因为太爱我的这个母校 中正高中啊 所以我是这个把中正高中 念成中正大学 然后我在丹江大学 读书的时候呢 呃 因为我想要考这个研究所 所以我就把大学 念成五专啊 这你想想看 我就比人家落了三年下来 所以我那时候啊 那个 在要考御官的时候呢 呃 那时候其实我已经事先 因为年纪到就已经抽过那种 所谓的大专 这个兵 那个大专学历的这个兵签了 结果那时候抽的时候抽到空军 哎 从中空军 那时候我就想想 空军的官 大家都说比陆军的兵 还要过的 那个 空军的兵啊 对不起 说反了 空军的兵啊 过的大概比陆军的官啊 还要舒服 那我干嘛去跟人家考什么军官啊 对不对 考什么志愿 那个 那个 呃 就是预备军官啊 那时候军官啊 其实预备军官其实有两种 其实我们通常把它称为 预官跟官御 预官呢 就是我刚讲到 像我们这种大学 念念到了这个 呃 这个 呃 念到毕业了 然后呢 要去考这个预官 那另外还有一种 其实就是我刚讲的 当你啊 大专兵入伍的时候 他其实每一年 部队缺官缺的还是很凶啊 所以呢 他希望能够从 这些啊 入伍的新兵里面 大专兵里面呢 有一些能够啊 自愿啊 自愿啊 Volunteer 然后转服哈 这个预备军官 那这个预备军官 就不是一年十个半月咯 然后就是大概差不多 我印象中四年左右吧 三年多到四年 那这个时候 其实当然 部队也有很多这种 那个 我们称为这种 叫做官御 就不是御官了 就是官御 为什么会把它颠倒过来呢 军官的官 然后预备的御啊 我们这个大家都把它改成 监狱的御 所以就是 从这个预备军官 变成那个当官的这个监狱 开玩笑的 那其实 这是不同的选择啦 那但是呢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 那你说 如果你进去 按照这个正常 这个训练来说的话 哎 这 以这个军队来讲 你说大家会这么 轻轻松松的 就那么认真的 哎 我就志愿这个 转服这个预官吗 我不敢否认 其实说真的 有这样生涯规划的人 真的还是有 真的还是有 像譬如说 我在入伍的时候啊 我入伍的时候 我必须说我很幸运 第一我们是空军 第二我是那一年的 大专兵的最后一踢 所以相对来说 好的缺或重要缺 都已经被前面的这个 这个几T的这些学长们啊 大概都已经啊 选的选用的用了 所以到我们那里 也没剩什么 真的很急切虚人的 这些啊 这个兵科了 所以呢 那时候啊 我们一进去的时候 我们的连长啊 就挑明了 跟我们说 啊 说第一啊 带你们空军 我很舒服啊 为什么啊 第一啊 你们空军我也没什么压力 因为毕竟啊 后面如果衔接到 后续部队的话 如果带的不好 或干嘛 人家会说 啊这新兵 你从哪里来的 哪个单位 怎么去的那么烂啊 对不对 他说他也没这个压力 他说第二呢 我也没什么转服啊 这个辅导转服的压力 也就是说 因为呢 前面的新兵 基本上来讲啊 大概都已经 他们达标了 那他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要劝大家转服了 那时候一个连吧 好像才分到四个名额 这四个名额 真的超容易达成的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刚讲到呢 那这个时候 以军队来讲 如果说像我们刚讲 如果一开始 那个军方啊 就告诉你 这些新训单位 我这些有多少这个人员啊 要达到这个转服的目标 如何让他们能够达到转服的目标 就是要有你们这些新兵单位的 这些带兵的这个连长 排长 这个班长啊 等等 你们就要去费私粮啊 什么叫费私粮呢 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操你嘛 对啊 所以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哈 今天你在这个新训部队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看到那种美国电影 说什么 你如果加入了这个海报部队啊 什么你会被到 被操得非常非常非常凶啊 然后呢 只能你被操到凶了 受不了了 你已经没有办法体力再支持下去了 那么严酷的这样一个体力啊 那个操练了 然后你受不了 你要放弃了 OK 你就上去敲个钟 当当当 我要退出 OK 你上去当当当 一敲退出的话 就退出了 然后 但是呢 呃 我们讲到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在新训部队 当好长官有这个转服压力的时候呢 诶 对不起 也的确有这个东西哦 就说 呃 你就必须要设法达到这个军方啊 所要求的 呃 这个转服压力 那这个转服压力啊 其实啊 在这个情况下 那对于他们来讲 要如何让这么多人 自愿的转服啊 这个呃 那个志愿意呢 你就操你嘛 然后操到大家都受不了嘛 然后呢 终于有人受不了了 可能这个没办法接受到这个部队的这个呃 新兵的这个训练啊 然后说啊 你就转服嘛 转服志愿意士兵嘛 你转服志愿意士兵嘛 你转服志愿意士兵嘛 你就轻松了嘛 对不对 啊 那时候受不了啊 我愿意转服 好 等到大家都好 让啊 这个单位的这个呃 真目的目标达标以后呢 哎 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突然整个单位就一片祥和啊 也就不会再像当初那么拼命操练的这样一个方式操到你爬不起来 所以其实说真的啦 你说刚刚我看到那则新闻啊 就不得不勾起我当初的许多回忆 你知道吗 因为呃 或许当然呃 可能从现在军方讲没有啦 现在没有这样啦 你说没有 我是不太相信啦 如果说啊 你要没有的话能够达到六分之一转服 六分之一转服人数很多耶 他基本上他这个转服比例就是希望能够达到 好 我们刚刚讲到现在志愿意人员的缺额 因为其实志愿意好 随着就是说啊 现在义务意好 他愿意出来以后呢 呃 那个重新恢复到一年以后 那相对来讲 大家当初都在想说 哎 你义务意 因为其实呃的薪资好 在这一年之中也并不低耶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会严重好 这个呃 影响到这个志愿意士兵的这个招募啊 因为毕竟未来作战的时候 我们的主力部队还是啊 依靠这个作战的这个主力部队啦 好 那呃 你这种义务意的部队好 他名义上来说啊 是属于这个家乡防守 或者说这个异南所属这个区域防守 但实际上来说 你真的要打仗的时候 你也不可能限定某个部队就在那个地方不运动嘛 你不运动的话 其实呃 部队来讲 你没有进行进到战场运动 其实说真的还是一个很很危险的这个事情 哦 所以呢 那这个新闻就不得不啊 这个引起我啊 很多很多很多的回忆 好 那当然了 讲到现在还是要跟大家聊 聊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 带你逛逛新加坡航空展 哦 为什么说要带各位逛逛新加坡航空展呢 如果今天各位是看我们YouTube直播的观众朋友啊 大概就会发现 哎 这个主持人跟这个两 两个多礼拜前啊 过年前啊 这个呃 北泡泡 右眯 明眸好耻 这个样子啊 感觉有非常大的这个差距 为什么呢 现在感觉像黑面包工啊 啊 其实大概一个礼拜前的今天这个时候啊 我现在根本是红 红面关公 为什么呢 因为新加坡的太阳实在太大了 晒一晒 在外面晒一个小时啊 总的讲人就烤红了 然后晒个两天啊 各一个小时下人就烤焦了 我跟你说 所以呢 为什么现在人变这个黑面关公 好 今年的这个新加坡航空展啊 那当然 呃 我其实每一次到新加坡啊 看航空展 大概呃 最早是1998年 第二次是2000年 再来就隔了很久 2012年才去 然后呢 再来就是2018 2020 跟是2024 所以我新加坡去看航空展 也看了六回啊 那当然呃 从2012年那次再去呢 你就会发现其实跟 在之前的新加坡航空展 有非常大的差距 为什么 第一 过去的这个新加坡航空展 不叫新加坡航空展 它叫做亚洲航空展 Asian Air Show 好 那个 那后来呢 因为主办的这个公司呢 它希望能够降低这个 呃 军事的这样一个色彩啊 所以呢 后来改成朝向这个商务为主 而且呢 呃 从离开了新加坡 跑到这个香港的这个会展中心去办 弄了没多久 就这个展就消失了 那后来新加坡政府看到原先的这个会展公司啊 办的相当的这个成功啊 呃 呃 那个呃 新加坡在这个整个东南亚地区啊 呃 可以像是军事好 军工好 这个产业的这样一个龙头好 或是火车头的话 那这个时候 他应该就是由政府的力量把它接下来 然后持续搬下去 所以后来新加坡政府啊 就呃 透过Expedia公司 就是淡马锡控股的一个公司啊 呃 来组成了这个新加坡航展 有点像是呃 这个呃 这个新加坡航空展 有点像是由新加坡政府啊 透过淡马锡公司 然后在那个下面组成的一个叫Expedia的一个公司呢 来啊 进行运作的 其实也挺妙的 好 那 但不管怎么说 新加坡政府把它成功的接手办下来以后 哎 办的越来越有声有色 而且啊 我每次啊 站在新加坡航空展的这个展 那个展馆前面看他这个飞行表演 我都感触非常良多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 呃 你新加坡航空展啊 他现在展那个进行展览的位置啊 其实是在整个张仪海埔地的这个东北角啊 就余光岛对面一点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东北角这一块小地方啊 他呃 没呢 这个会展中心大概基本上就是做新加坡这种军事展览 像比如说他没偶基数年办的海事展 然后偶数年办的航空展大概就在那里办 那但是呢 办航空展的时候 如果一个成功的航空展就一定要Airshow 好 就是空中的这个动态操演 这个空中的这个动态操演吗 诶如果你在Airshow办的话 一定要在Airshow就是那个举行的这个附近啊 办大家才看得到你这个空中的动态展示嘛 但是诶这个展示的区域 其实就在张仪机场的范围之内 那新加坡政府为了要让新加坡航空展 保有这种户外动态展览的可看性 因为如果你没有户外展 你说你这个叫Airshow 说真的大家可能吓到牙都会掉下来 那在这个情况下 好 新加坡其实政府真的非常敬佩他们的魄力 就让每天它整个空中展示的过程是90分钟 开幕第一天跟后来的这个公众日 Public Day或是开放日 它有展到90分钟 它那个后来的那个那个就是Trade Day 就是商业日 也有两个半一个小时 这个时间整个新加坡机场 张仪机场是关闭的 就是完全没有起降 新加坡政府用这么大的魄力 来让这个航空展能够办得成功 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加坡政府 为了让自己成为国防产业在东南亚的火车头做的努力 好 这个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再来跟大家导入今天的主题 今年这个新加坡航空展 可以说是疫情结束以后 这个第一次所举办的这个航空展 那当然上次2022年 其实新加坡航空展还是有办 因为那个时候 全球大概大部分的地方 都还处于一个lock down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那一年的新加坡航空展 它的规模相对来说小的非常多 但是其实这个境外 就是国外来支援的这个军机等等 那个表演也不算少 像譬如说那一次这个美国海军 美国陆战队 还支援了F35B的这个现场表演 这次反而美国国防部在现场 他们的军机完全没有表演 好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讲 今年这个新加坡航空展的 这个大致的这个状况 这个新加坡航空展 它今年可以算是有室内展馆 跟室外展场 当然这好像听起来像废话 那室内展馆呢 其实有相当多的国家来参加 包含像美国啦 英国的厂商啦 以色列 以色列来的非常多 以色列跟新加坡的军事合作 我觉得可以说是用非常密切的 来形容 刚刚大家可能在这个 那个荧幕上突然看到了 有这个飞机的出现 没错 我们现在这个影片 正在试着要跟我们的这个 YouTube能够直接串流 那串流成功了 我们就会有影片上来 然后直接要透过影片 跟大家来讲解 我刚刚还真的看到了 这个F35战机突然在 我这个影像旁边晃了一下 只是他们可能发现 位置还没有办法设定到很好 然后就继续这个 努力设定之中 好 那这次新加坡航空展 这个展馆 我先跟大家讲讲 比较具体的这个室外好了 这个室外 其实当然这次新加坡航空展 大家的这个关键 跟这个注目的这个部分 还是在室外的军机 军用的这个飞机 那这军用的飞机里面 其实很破天荒的 中国大陆居然也派了一架军用机 到现场进行地面装备展示 那像之前 中国大陆的这个特机小组 其实已经到这个 这个新加坡航展展过 然后甚至于也去了杜拜航空展 就是中国大陆的八一特机小组 但他们展的时候 只有在飞行动态表演 并没有说拉一架飞机在地上 让大家在地面 非常近距离的 实际看 近距离的参观这家大陆 那这些大陆做的这个军机 但这一次中国大陆它不但有空中的 也有地面的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影像出来了 大家看到 是我在那个航展中 帮大家看到这次 那个航展的这个明星的这个机种 也就是F35A战机 在F35A战机 说真的新加坡非常热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影像的时候 会发现 这个几个什么解说人员 怎么躲在这个飞机的翅膀底下 还摆个这个小桌子 感觉像弄个小摊位 这个非常的这个血液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新加坡实在太热 大家看到我的脸就知道 没关系我就坐过来一点点 对 然后那OK 然后呢 因为现场热 那但其实他们也很妙的 就是借由换班的方式 这些人在底下 稍微这个坐一会儿 然后呢 坐了一下以后呢 他就可以 那出来 再继续这个跟前面的这个观众 做一些简单的解说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 这个F35战机呢 它其实是从琉球飞过来的 那你问我们会说 从琉球飞过来呢 因为琉球这一次美国的F15战机呢 在日本原本是F15的CD战机 那但这些战机其实已经非常老了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 那F15CD战机就开始次第除异 但是那么大 琉球加首纳 那么大一个空军基地 如果说你这个没有了这个战机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那美国就从本土开始用轮调的方式 让影像影片中这些F35战机 进驻到琉球加首纳基地 那这次也有一架这个空中加油机呢 把它带到这个限地来给大家看 那除了这个F35战机之外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地面的这个装备展示 像这几天 有一个算是变成 变出一个新闻的一个事件 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现地有一架 德国空军的这个A400M的这个运输机 那个A400M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我们知道以空中80来讲 它叫那个Airbus 那个Military 也就是空中80公司 它有一个这个军机部门 它这个军机部门 其实不只有生产A400M运输机 它另外还有生产一款A330MRTT 就是A330的多用途 这个多功能 可以当空中加油 也可以当运输机的一款飞机呢 它其实就是用A330这个机体改装的 那这个A330这个机体 跟这个所产生的这个A330MRTT 跟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A400M 就变成空中80的这个军机部门 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销的这个品项 那我第一次登上A330MRTT 是在2012年的新加坡航空展 那这次登上了A400M的这个运输机 其实我之前在巴黎也看过A400M 但是一看到前面排的人龙 哇非常长相就算了就投降了 那这次呢 它我们在这个business day 也就是商业日的时候呢 看到有时候尾巴 没有什么人 那我就跑去排了 然后呢排了 而且我也带了这个摄影机上去 其实说真的 它这次那个入口 它并不是说整个厂开的 它就变成说就用围栏 刚好留了大概差不多一个人可以进出 这是一个空间 然后在前面再摆一个围栏 也就是这边进 然后如果你出来从这边出 然后从这边进来的时候呢 它其实啊 那个门口 会有一个人问你说 对不起 你从哪边来的 你的国籍 我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知道说 当他开始在问我国籍的时候 我其实就跟他说 I come from Taiwan 然后呢 他说OK 没有问题是进去 后来看到一些微博上的这个消息 才知道一件事 原来大陆的这个朋友 不被这个同意登基 那有些人就 有些这个其中就有一个小粉红呢 就把他这个导引到 往这个陆滑这个角度来操作 其实我很诚实的说 真的大可不必 因为其实在这种国际性的商展 而且今天这个飞机 等于说是空巴透过那个德国空军 让德国空军的飞机 到新加坡航展来展示 那其实飞机的游泳者 德国空军 他是有权利 他有权利 决定谁可以上来 决定谁不能上来 这在国际航展 或国际国防展 军事展 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例如像中国大陆 他们自己 像他们这一次 出去的这个展 这个五直十外销行 或甚至他们自己的 这个C929客机 基本上也是不欢迎 大陆以外的人上去看 这也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刚刚讲到 并没有任何歧视 或什么意味 就是 把这个消息 把它曝光的 一位大陆朋友 好像把它朝向 入华方向操作 我真的是觉得 其实大可不必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以这个 很重要一点 你在这种国际商展 真的 就是提供展品方 它的确是有权利 让谁上去 或不让谁上去 那像海市展的时候 大陆的军舰 也有来参加过海市展 那在海市展上面 我们其实也有登到 Tico上面 问说可不可以参观 或甚至于 即便说 我们也跟你们 其他的大陆 这个朋友一样 把相机 手机 什么都放在这 你们进去 对不起 不方便接待 真的不方便 就是不方便 那我们也没说什么 我们也不会下来说 讲了一个 这个大陆的军舰 不让我们上去参观 就是入这个日 入韩 入印 然后入什么 并没有这个样的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 在国际上来讲 真的是非常稀松 平常的这样一个情况 他真的 这个展方有权利 让谁上来 不让谁上来 那把它操作成一个入华 我必须要说真的 大可不必 而且也真的不是如此 大陆的这些朋友 现在常常在 这个世界各地走动 其实我觉得 也需要有多一些的 这个国际这种互动的 这些尝试 免得做出一些事情来 让大家真的觉得 怎么会这样 本来不是这样 怎么被你讲成这样 这也的确是不太好了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 除了这个A400 这个飞机之外 美国空军 他们其实这一次呢 也透过这个展示呢 他们当然这次 美国的这个军机 并没有在这次 新加坡航空展 进行这个动态表演 但是他们也还是 蛮阿萨里的 例如说 他们把他们的P8 海洋长城 反潜巡逻机 飞到了这个现场 飞到那个到了现地 而且其中也有一场 邀请这个媒体记者上去 那这个媒体记者 这次那次上去呢 其实说真的 上去就如我刚刚所说的 因为P8上面 美方认为 基本上都是机敏设备 所以呢 他们也不欢迎 大家带着相机 或带着智慧型手机上去 他门口呢 就摆个桌子 就像我们大家刚刚看到 那F35 那个下面那个桌子 对不起 你给我要上去的话 请你把相机跟手机 什么通通摆在这里 那其实他来的时候 就有提出先世声明 也就是说你今天来 他后面这个备注里面 就说对不起 那个里面不可以拍照 什么都不可以带上去 那当然你既然你来了 你就知道人家有这个要求 那你就要遵守 人家这个规定 我们就在踢口 乖乖的把所有的东西 通通放下 那当然啦 我那时候 我如果自己做YouTuber 我要跟他说我上过P8A 那对不起 你拿个证据出来给我看看 我就挺踢口的 那个美军的飞行员 对不对 帮我拍了一个 我从登机梯上去 走进飞机的这一小段影像 这个可以证明 我有爬进去了吧 我真的有上过P8A吗 但这个也是他可以接受 可以允许的 好 那就谢谢他帮我这个忙 那除了我们刚刚讲P8A 那C17 他是整个把后面的 这个货商门打开 而且他这个货商门打开 就告诉他里面什么 好 现在影像又来了 现在其实这个地方 我是有口白的 不过因为我怕他们可能 这个怕这个口白 跟我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声音 会有所抵触 那我们现在这个影像的这个部分 让大家看到的 就是在A400M的里面的 这样一个情况 你看到A400M 它里面其实非常的宽 它这个飞机里面 对不对 它的货仓 这个非常的大 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有一些折叠式的这个座椅 像如果说今天你是散兵 你今天只是去做这个A400M 要去买了半票 半程票 这个飞到空中 你就要准备跳下去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用这样一个散兵式的这个座椅 然后这个散兵座椅 这旁边请你可以看到 它呢有这种类似像简易的吊床 或是呢 简易的这个病床 它可以利用旁边 这个支架呢 架上这样一个病床 然后把它放下来之后 如果好 你今天在这个长途飞行 或者有伤患的这个情况下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吊床 或者是旁边这个 这个病床呢 把人放在上面 让他可以躺平 当然如果甚至于你人数不多 长程飞行任务的时候 要让你的组员 比较轻松舒服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这样一个 这个飞机内 这个病床的这样 那个躺床的这样的设计呢 让人员可以相对来说 这个可以在上面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那我在这个飞机 继续往前面走的时候呢 其实它这次的德国空军 还展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 这样一个 这个展示的这个器材 就是展示A400M 多人员运输的这样的能力 怎么说呢 为什么讲多人员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不是这种航空公司的 这种经济商座椅吗 它里面塞了两排 两排啊 就可以坐六个人 因为像有的时候啊 你在进行这种运输的时候 有时候有这种 VIP的这个运输的这个需求 像比如说 你今天像美国空军的这个运输机 载了这个国务卿希拉蕊 去这个阿富汗 你不能让他坐旁边这个帆布椅吧 所以你就会有这种 货盘式的这个上来呢 推上来呢 然后让人啊 这个坐在这个 这个类似比较好一点的椅子上 好这个接下来啊 这个广告进来了 那请待会大家看一下广告 广告完呢 我们继续带大家看的这个影片 我在新加坡航空展 现地拍摄这些影片 让大家看到 这个就是可能 不能让大陆朋友上去的 这个A400M运输机 但其实说真的啦 我真的必须要说 任何一个展方都有权利 谁上来谁不上来 真的不用把它 导向一个 这个轻轻叉叉的这样的情况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请继续我们的主题 刚刚我们在A400M上啊 那个带大家看 A400M的这样一个环境 其实后面呢 我就这个继续从 这个A400M上面走下来 走下来之后呢 其实后面就走到那个哪里啊 因为它那个A400M呢 它这个 这个是刚刚前面 一开始的这个部分 其实可以把它放到 影片的这个很后面啦 哎对 你们看到我们的 后面的这个 小编呢正在弄 其实甚至可以 再弄后面一点 我们就 这个地方结束以后 就我刚刚讲到 这个地方 它其实有一些 对 然后我就接下来 就继续往外面 后头走下去了 那这个A400M 其实它的这个货仓非常大 而且呢 它这个飞机是用 这个四个涡轮螺旋桨 而且它是用 螺旋桨对转的方式 提高它的这个 那个运输能力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一个跳伞门 就是说 如果你闪兵要跳伞的时候 就从这两侧的这个门 可以跳出去 然后这旁边 有个洗手台 为什么会有一个洗手台呢 因为其实 因为以闪兵来讲 大部分可能都是男生 它前面有两个 这个厕所 以这种A400M上面 它其实是有这个设置 做事的这个厕所 但如果说 你今天如果男生 一个比较简单的话 你在飞机上 那个要想要上小号 怎么办 好答案就在这里 这边有两个 这个贴在飞机上 这个尿筒 可以让大家 直接在这个地方上个厕所 轻松一下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走下去 那个可以请 这个制作人 或者是工作人员 帮我换到另外一个 新加坡的这个影片 新加坡空军 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展台上 也有相当大的这个 这个那个展出 为什么呢 因为新加坡毕竟 他们这次是 他们自己的本身的 这个母国嘛 那既然在我自己的母国 举行航空展 那如果我这个新加坡空军 都还不支持的话 那就实在是太圈圈叉叉了吧 好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架是 新加坡空军的SG 那个F-15SG战机 F-15其实是一种 重型的这个打击 那个战斗机 它原本是专为制空设计的 但是后来 它也产生了这种 所谓的对地打击型 这个就是一架 对地打击型的F-15 所做的这个修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飞机除了挂 这个AM-1两栋 这个空对空的这个飞弹 还有AM-9X的这个飞弹之外 这个地方是要给大家看什么呢 大家看它这个 左进去到下方的这个 可以挂AQ-33的这个 红外线瞄准夹仓 雷射那个标定器之外 它旁边其实上面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 像一个牛眼一样长出来的 那个东西就叫做IRST 红外线的这个 前世红外线的这个设备 其实以现在来讲 大家都知道 这个无人 逆宗战机满天飞 不是无人机 你要能够找到逆宗战机 其实要靠雷达之外 很重要 还要靠这种IRST红外线 这架呢 是那个 新加坡空运的F-16 那个第一战机 大家我们会说 它其实跟以色列的这个合作 非常多 因为其实 新加坡的这个F-16 第一 当然这个弑形游箱 大家看到它上面背上 拱了两个背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 A330MRTT 那新加坡的这个F-16战机 它跟以色列合作非常多 因为它上面有很多 包含雷达警示器 各种电站装备等等 大概你会发现 基本上都是跟 这个谁呢 跟这个新 以色列空军同级的这个装备 也就是以色列 其实它跟新加坡的 这个国防合作上 不仅就是说 你只有看到 双方共同选了相同的M-346 这个高教机之外 他们其实也有相当多的 这些军事装备的 这些互通的这样一个 合作 那这个以色列空军 以色列的这个IAI 或Ebit 或者说几家的 这个Rafael这些公司呢 其实在这次的 这个新加坡航空展上 都有非常大的 这样一个展台来出现 有带来非常多的 这个展品 包含无人机啦 还有这个 那个以色列生产的 这个地对空的 防空系统啦 等等 都是希望就是说 能够好跟 那个以色列 跟新加坡 能够在东南亚地区 能够再拓展 以色列的这个市场 那我们现在可以 这个换下一部这个影片 那下一个影片呢 应该是 这个大陆这个展台 这个飞机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一开始就跟大家讲 这次大陆 其实有这个最新的 这个五直石的 这个战斗直升机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带大家来到 这个地方是 大陆这个中航工业 中航工业 它这次啊 大陆的那个参展厂商 最大的 那个展台呢 一个就是 这个中国大陆的 中航工业 还有旁边的 这个中国商飞 中航工业 跟中航商飞呢 这次其实都有带 实机 就是真的飞机 来这个地方啊 进行展示 它这次呢 像我前面 正对的这个部分呢 是他们这个20 那个世代 也就是 它有包含展示 它歼20 运20 还有直20 跟后面一个 攻击11的无人机 那旁边也有一批 这个展台 是展其他的模型 就是他们这次 可以外销的 大陆的这个军机 包含像这个 歼10C的外销型啦 还有他们的 三鹰教练机啊 跟这个 那个 那个八级产 合作的这个骁龙啦 然后还有那个 包含他们的 FC2000啦 还有包含 大陆的这个空警500 还有运9 这些外销型等等 的这个模型 在另外一边 这样一个展台 那当然其实这次啊 大陆带到 那个新加坡航空展上 很引大家注意到的一个呢 就是它这次啊 把它的这个 5直10的这个 战斗直升机的这个时机 当然它就 它这个叫 Z10M的这个E 后面加一个E 这个Echo的E 这个Echo的E呢 就代表它本身这个飞机是 那个Export 是出外销型的 就是可能是大陆自己本身啊 那个解放军用的这个 5直10的这个简装板 可能有一些东西的这个性能啊 就是有所缩减以后呢 来把它做为外销的 其实说真的 在国际航展上啊 或说以中国大陆啊 这个对武器外销的 这样一个方式来讲 你说专门弄一个出口型 也不奇怪 甚至你说以美国来讲 美国的这个军机啊 对外销售 基本上来说 也都是有这种 所谓的性能的这些啊 缩减跟限制的 最有名的就是 过去的这个F14嘛 F14卖给伊朗 它会在那个 AWG9的这个 侦测目标上 做一些缩减 也就是说 它不会让这个AWG9 的这个全部的这个全功率呢 这个雷达呢 都能够让伊朗买到 那这样 现在这个镜头呢 就是我们大家讲 看到的这个 它的这个20概念的 这个部分 那旁边呢 就有它其他的 这些模型 包含像我们看到 这个运酒的外销型啦 还有包含前面的这个 这个空井500啦 那当然这个空井500 第一次在这个巴黎展台上 展示这个模型的时候 很多大陆这个网友就说 这个空井500也可以外销吗 那当然我觉得 外不外销与否 我也不知道 那但是啊 那个中航工业把这些飞机啊 展到这些展台上 很重要一个部分呢 就展示出啊 今天中航工业本身的 这样一个相关的 这样一个实力的 也就是 它让大家知道 中航工业现在有自己啊 这个自主研发设计 生产战机的这样一个能力 像这个呢 是那个FC31 就是歼三腰的这个 战机的这个模型 歼三腰战机目前 可能未来也是会有一部分 或外销 或者是呢 由中国大陆这个海军啊 它这个舰载机的这个部分呢 它因为现在也已经把 歼三腰这个模型 放到这个航空母舰上 去进行一些啊 这个运行测试 所以未来你说在 歼三腰啊 大陆解放军海军啊 会购买 的话 说真的 我也不会那么意外 因为其实 不过我会觉得 大陆先把这个 歼十五啊 能够把它完全的熟练 而且呢 让它能够发挥它啊 在弹射器上啊 能够发挥的这个现有功能啊 我觉得其实就已经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进步了 那如果再加上 歼三腰的话呢 当然就看他们自己本身的 这个 战略规划 那像旁边刚刚是 那个链十五啊 链十五其实跟 我们之前讲到的 这个亚克141 还有M346等等 它其实是一个 相同的气动力外形啊 那所以等于说 中国大陆在开发链十五的时候 相对来说 应该得到非常大的 来自于亚克列夫的 一些技术上的这个 呃研究跟输出 要不然的话 你说不会弄一个 几乎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气动力外形啊 那我刚刚讲到 这个室外展馆的 这个部分像 尖十好 那个M1好 尖十的这个外销型 因为你今天好 其实这个东西 对大陆来说 不可否认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它把它的C9R9 拿到了这个新加坡航空展展览 而且还做了这个展示的飞行 而且除了C929之外 它另外一款 这个ARJ21的这个科技呢 也在这个县地 有这个第一次 那个在 等于是大陆以外 做这样一个公开的 这样一个飞行展展演 那五直十 好 当然是没有 不过呢 呃 你今天你把你的武器装备 拿到像这样一个 大型的这个国际的 这个国防 那个军火展上来展示啊 或说这个航空展展示 很大一个部分也代表 就是今天中国大陆 你觉得 它的产品啊 能够好 跟得上世界的这个水准 或说能够 呃在这个国外的这个客户 在选择的时候呢 他有他的这个一席之地 因为你如果说 今天你拿出来这个东西啊 那跟人家的这个 拿出来的同类型的产品 有一大段这个差距 那这个时候人家也会笑你说 啊你这样也敢拿出来 那现在他拿出来 而且证明其实他的这个设计 或做出来这个东西 也不见得比别人差 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国防工业来说啊 或说航空工业来讲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了 也就是他呃 藉由这样一个展示 代表中国大陆的这个航空工业 已经啊 那个是达到这个世界这个一流水准 这也是呃 一个现实 好 那今天也因为时间关系 大家就是在看着这个五直十的这个影片之中啊 我们的节目就到今天到此结束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